烫粉的量很多 哈喽,我是立雪 這次的影片的內容是 台灣的一個熱鬧的地方 西門町 我去了觀眾推薦的小籠包店 謝謝你的推薦 影片開始 喔,完蛋了 我們剛出門的時候沒有下雨 我覺得天氣預報沒有用 我的長褲完了 現在前往電影院 偶然經過趙家 我愛這類型的甜甜圈 他們是同一個牌子嗎? 我要去排隊 我看起來很開心的樣子 新鮮米蘭的河竹糊糊 這個日文很可愛 我很好奇這個 柚桐鹹蛋黃紅豆 來吃個比較便宜 燙粉的量很多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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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本都會點兩個 但是今天打算吃很多東西 所以我只點了一個 所以我只點了一個 西門新宿 為什麼新宿 西門新宿 西門新宿 大家喜歡去哪裡買東西 我最常去的地方是 中山 我來到很有名的西門紅蘿 紅蘿的前面 有各式各樣的湯子 來逛逛吧 人子的洋長電燈泡 好可愛 布貼 超級可愛 現在火灰了 我應該買這個包包 這是什麼 店員頭上帶著這個 我也應該買這個 除了這裡 別的地方也有市值 發現什麼 風景 就是有水 比較有水 比較有水 還會吸水 好 兩次房子 沙漠的下雨 是沒有避難的 每月9月1號 每月1號 可是你忘記 西門紅蘿的介紹 好可愛 好可愛 進去吧 半熟禮店很可愛 他們賣很多台灣做的商品 大家可以來這裡買紀念品 大家可以來這裡買紀念品 香水 餐廳 飲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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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松鼠的商品 我今天碰到很多松鼠 西門的十方松鼠 這隻明信片好可愛吧 啊豆花 我想寄明信片 愛雨 愛雨 好可愛 愛雨 這裡的空間不但寬敞也很乾淨 我下次回日本前想在這裡買半熟禮 好可愛 可愛 今天我一直說可愛可愛 我們來到了紅樓後面 很遠 後面有很多酒吧 晚餐的氣氛很好 我回來熱鬧的地方 今天是星期五人比平常多 我看到氣氛就被吸引過去了 我想加前日版的氣氛 前日標示小包貓 我只好喝一杯好喝的飲料 今天有集會試試看 在台灣這家店只有三家所以買得到的機會比較小 他們的特色是珍珠的顏色 這是我第一次來這家所以點了最普通的 我問了招牌的珍珠 其實這裡面就是珍珠 因為它是珍珠 顏色的顏色 不要多人點的 不要多人點的 但是是天津跟杯子 是我的黃金珍珠 咖啡 你要是中杯的 中杯的 黃金珍珠 黃金珍珠 給我買的 白色 大家有喜歡的牌子嗎? 我很喜歡很軟的珍珠 如果大家有推薦的珍珠請告訴我 我很喜歡這家的珍珠 珍珠比較軟 這杯我喝了兩三個小時 但是口感一變也沒變 台灣有很多飲料店 這個是我愛台灣的一個理由 很幸福的煩惱 我來到小籠包店 我們需要先在這裡拍對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一個A炒餐 好 多便宜 對 對不對 要自己拿生薑 調味料 我等到你啦 雖然還沒吃 我已經感覺了這個小籠包很好吃 它的名字是小籠湯包 小籠湯包吃個100元 我應該先查怎麼吃小籠包的 我應該先查怎麼吃小籠包的 我是貓傻頭所以很怕吃小籠包 我希望不會燙傷 我剛剛說很怕但是吃了一大口小籠包 大家別模仿我 裡面的湯出來了 他們也賣台灣啤酒 很可惜我不能喝酒 聽說啤酒跟小籠包很配 我很羨慕可以喝酒的人 來嚐嚐玉米湯 嚐玉米湯過過了一陣子 但是看起來還很燙 我覺得還是太燙了 玉米湯變涼後再喝 黑豆漿 比普通的豆漿味道溫和 我看到黑豆漿每次都買 我不太喜歡黃豆的味道 以前不喜歡豆漿 但是我發現了台灣的豆漿店的豆漿真好喝 現在我積極的點豆漿 千人心皮 大家看看慢慢的湯 可能不太喜歡 咱們這個不喜歡,哪裡? 很酸 很酸 今晚餐是雞湯 吃醬汁 吃醬汁 猫 吃醬汁 嗯 ? 杯子有日文文章 台湾公司做的吗 吃完了 但是 我的盘子很脏 又回到这里了 王像的气氛不一样 阿中面馅 他们只有卖面馅 哇 做的很快 家家店没座位 大家站在外面吃 吃脏的速度蛮快 在店前面站着吃 大厂也有很多 好香 那个也很容易烫嘴 我们几乎吃不下去 这个粘好吃的面馅 煎油的味道 大厂也没有腥味 我刚发现了 我做错了两个事情 这次影片结束了 またコメント欄でも待ってます 下次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我看下方资讯栏连结 我看下方资讯栏连结